舍不得花这四种钱的人,会越来越穷。若你占其中一个,一定要改。 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,点个订阅,带你来一场走心的国学之旅,每天为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国学文化。 世人忙忙碌碌,不过为了遂淫几两,得之乐而忘忧,失之郁郁寡欢,折腾大半辈子,有人赚了钱过得锦衣玉石,有人则守着才一毛不拔,勤俭节约自然是一种美德,但过度的吝啬,也无异于自己的生活。 很多时候,钱不是省出来的,越是层次高的人,越是知晓,人生重要的不是怎样竭尽全力的省钱。 而是如何有节制的花钱,若说赚钱是一门学问,那花钱就是一种艺术,有些钱该花的时候,一定不要省,特别是这四种钱,你越是舍不得花,将来一定会越穷。 一、为父母花钱,是孝。 人有许多与生俱来的本能,其中最朴素,也最伟大的,便是父母对子女的爱,这种爱,是纯粹的无条件付出,不求回报与回应,是一种没有道理的无私奉献。 一朝生儿育女,十数年抚养成人,寒心如苦,不辞辛劳,无论家境如何,从不肯让子女忍计挨饿,哪怕步履蹒跚,也要为孩子开辟前行之路。 更重要的是,他们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子女,子女功成名就,父母也垂垂老矣。 岁月带走了他们的意气风发,青丝变白发,平整的脸上多了些许深沟,就连说话的声音也开始略带沙哑,当你开始回望他们的时候,他们已经凝视了你几十年。 作家陈晓成曾说,人这一生,纵有千万人对不起,都不必耿耿于怀,唯有为报父母养育之恩,是最大的罪孽。 父母养育自己时,从未计较花费的多少,到了自己尽孝之时,更不应该为了省钱,背上不孝的骂名。 这是义务与责任,更是人情与本分。 我们赚钱的速度,永远赶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,善待父母,才是真正的孝顺。 父母之恩大于天,父母的恩情,即使用一生来供养,都是不能还尽的,更何况不供养父母,有个大款,因为母亲老了,牙齿全掉了。 于是他开车带着母亲去乡牙,一进牙科诊所,医生便开始推销假牙,可母亲却要了最便宜的那种。 医生不甘就此罢休,他一边看着大款,一边耐心地讲解好牙与差牙的本质不同,可令医生失望的是,这个大款无动于衷。 只顾着打电话抽雪茄,根本不理会他,医生拗不过母亲,同意了他的要求。 只见母亲颤颤悠悠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,一层一层打开,拿出钱交了押金,一周后再来香牙,两人走后,医生就开始大骂这个大款, 说他衣冠楚楚,吸的是上等的雪茄,可却不舍得花钱给母亲香一副好牙。 正当他义愤填膺时,大款又回来了。 他说,医生,麻烦您给我母亲香最好的烤瓷牙,费用我来出,多少钱都无所谓。 不过您千万不要告诉他,我母亲是个非常节俭的人。 我不想让他不高兴,父母是我们这辈子最需要感激的人,无论贫富,他们将我们拉扯成人,付出了难以计数的金钱和心血,我们赚来的钱花在父母身上是最天经地义的事。 诗经,有云,寥寥者鹅,匪鹅一耗,哀哀父母,胜我取劳。 孝顺父母不能留在口头,要用行动来供养父母,舍得为父母花钱,就是孝顺父母最好的供养。 二,为爱人花钱,事情。 爱情是精神的,也是物质的,离开物质的爱情,一切都是空谈,就像一句话所说,愿意为你花钱的。 不一定是真爱,但不愿意为你花钱的,一定不是真爱。 然而,生活中却有一些人,对自己很大方,对朋友很大方,唯独对自己的爱人抠抠嗖嗖,他们不仅不愿意为爱人花钱,甚至认为提钱就是庸俗,是拜金,是没有牺牲精神。 爱人的生日,节日,纪念日,在他们的眼中,都只是普通日子,没有祝福,没有礼物,甚至没有一句暖心的话。 都说,对待金钱的态度,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,其实,愿不愿意在爱人身上花钱,更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心,真正爱你的人。 会心疼你为家庭的付出,会是你为一生的伴侣,你过得开心,他比你还开心,你活得体面,就是他的体面。 舍得为爱人花钱,是婚姻稳固的基石,是给孩子最直接的爱的教育,其实,爱人在乎的并不是钱,而是你的一份心。 三,为子女花钱,适责。 作为父母,可以说,从决定要孩子的那一刻开始,心中就要有数,有了孩子,自己是要负责任的。 不能说孩子出生后,自己什么也不做,就是心安理得地当着甩手掌柜,然后还希望孩子各种懂事,长大后各种成才有出息。 对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来说,带孩子出去走走,不一定非要去很远的地方,去花钱很多的地方,可以是家门口的公园,也可以是初春郊外免费的大自然等等,去这些地方需要花的钱也不会很多。 可以说,父母只要有心都是可以做到的,总之,家庭条件越不好,父母越要留心,在丰富孩子的精神生活方面舍得花钱。 有的父母,总是打着没钱的幌子,一年也不带孩子出去几次,每其名曰省钱,却不知你省掉的除了钱,还有更多,类似如孩子不完整的童年,孩子的成长,孩子内心的缺憾和失落。 总之,有心的父母,即便是家庭条件不好,也会在这方面尽力,他们没有太多钱,但是适当的钱,还是舍得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给孩子花的,这样孩子不会自卑,孩子的成长也会更顺利。 当然,他们长大了也会感激你。 那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,就更不用说了,经济方面没有压力,父母更应该舍得在丰富孩子的精神生活方面花钱,提高孩子的人生阅历,开阔孩子的眼界。 孩子的精神层面富有很多时候,是物质上再富有也换不来的。 一方面指的是教育。 不管家庭条件如何,在教育上舍得给孩子做投资都是最基本的,有的父母,因种种原因,孩子还很小,就不让他们读书,想的是不读书就可以不花钱,甚至孩子出去打工,还可以减轻家庭负担。 这样的父母可以说是很不负责任的,他们自己没远见,一生没有大的作为,还要陪上孩子的一生。 另一方面,父母要舍得在发展孩子的某一项或者几项技能上做投资,只要孩子有兴趣,愿意学习,父母就要想办法给孩子创造条件,想要孩子长大后有出息,首先他们自身就要有过硬的本领。 这样走向社会后,他们自己有能力,也才能够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去发展自己,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 负责任的父母,不管家庭如何,都愿意在这几个方面给孩子花钱,孩子感激你,有一天你也会发现自己花的钱都值得,因为孩子回报给你的也会更多。 四,为自己花钱,实质。 要舍得为自己的健康花钱,舍得为健康花钱,一个好的身体是努力拼搏的前提,若是身体出现问题,就算挣在多钱也是枉然,说不定还会将全部财产送给了医院。 然后就是,不管在什么时候,要懂得投资自己,一定比过度消费更有意义,因为花在自己身上的钱,终究会以另一种方式让我们得到成长。 常常听到不少人给年轻人建议,毕业了,就找一份稳定的工作,这样才不会焦虑。 可是,这个喧嚣的社会,哪里还来得稳定的工作呢? 所谓稳定,就是拿着一份并不高的工资,做着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,稳定的不是工作状态,而是一成不变的工资,和无法得到提升的工作能力,在自己最好的时光里,一定不要为了奢侈的生活。 而忘记投资自己,不论在什么时候,让自己保持学习的状态,才能拥有智慧和持久的竞争力。 省钱是好事,但是,不是所有的钱,我们都要省,该花的钱,就不要吝啬。 作为成年人,应该有自己的判断,什么是需要的,什么是想要的,只有自己有正确的判断,才能做出最有价值的选择。 因此,做一个大大方方的人,才能拥有快快乐乐的生活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